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as Timepage GTC4的小马 小马第一次出现在GT4的频道 就是和大家聊一款 精工 Seiko的Preserve GMT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咧 如果想看回之前的影片 可以点击影片上方的链接回去观看哦 这一次就来小刚和大家聊一款 高颜值的精工 而且这一次的款式 它的外观一眼瞬间就会让人联想到 Omega Omega Seamaster 海马 300的那个复古款 又会让人联想到 观兰师 Grand Seiko的某一款高级运动款 我觉得这款表 外表挺有性价比的 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 到底这款表会不会抗爹咧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Seiko进攻 Preserve South 60系列 顾名思义 走的就是复古系列啦 成型的金工 Preserve South 60系列 顽表 共有7个款式 分别为2个子系列 其中4款为简单大三针款式 里面有的颜色是黑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另外3款整式带有24小时 指示功能的Open Hard 就是表盘开个洞的那种 不过我个人很喜欢普通三针的 真的会让人联想到 Omega Omega 推出的海马300 杠款复古腕表 这一次仅工作的复古腕表 真的是从外观 颜值 手感到它的售价 都很值得让大家去考虑 好小刚先来和大家一起快速的测量一下 它这个数据 它的尺寸 标到标的是47mm左右 这边男生女生都可以背带 非常好的一个规格 而且这个厚度只有12mm 而且它是算了包括这个箱形玻璃 凸起这个表径 也只有12mm 这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 那这个表带的部分呢 是用一个20mm的这个表带 那这里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棒 因为可以更换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表带 这类型的表 玩表带是非常有乐趣的 我个人觉得 那再来讲表径 你会看到我这支表 它的表颗40mm左右 大概41不到 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合理 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一个规格 好重量的部分呢 如果整支表 还没有拆表链的话 整支表的重量 大概是在133克左右 好小刚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上手的体验 跟他一些这支表的一些配置的一些规格 那小刚想讲了 这支表我还没有拿上手之前 在只是看到的时候 我个人就觉得 这支是不是这个进攻的这种 老的古董表 也其实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光这一点 我就个人就觉得他做的是非常的成功 因为他就真的让人觉得 他就是一款真正的这一款古董表 这个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棒 那其实他当然是一款现代的这种复古的表 这个Presas Style 60 那尤其是这个在影片中 今天没有出现的这个黑面黑款 那因为他那整个颗度 那一些index夜光的部分 他是用一种奶黄色做旧的那一种 那一种复古做旧的那个夜光 配这种黑色的这一种 这个表盘 这个颜色 有人说他 他真的很有那一种复古的味道 可是 今天在这个影片上是没有出现了 那要提一提 当然有的人讲 像这个Omega的这个Seamaster 300米 这个防水的这个复古表款 那当然他今天这一款不是防水300米 它是防水50米 因为Presas系列它是主打是这个 症状得来又不是那个 有一点运动风的这一种 这个今天这个Presas Style 60 那如果是这个我们讲Prospect系列 它是才是真正主打潜水的这一种 ISO 这个ISO规格的这个 潜水规格的这个系列 这个款式 那今天这一款Presas 它当然只是这个防水50米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带着去游泳 那你带着睡觉就好 那再来讲到它这个60分钟的这个刻度 用的这个金属的这个表圈 也是固定的 因为它不是潜水表 所以它不能做旋转的 只不过它真的非常有一种 运动风格的这一种味道 我觉得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再来要讲一讲 小王个人觉得 其实这一支表它复古的 这个设计 还是有很多的 你看到它很像 跟原有的那个 复古 那个原版 1964年 1964年 那个 即时的 即时马表的那一款进攻 其实是 一样的那个面盘的那种设计 你看到它有用了这个 亚光的这个 表盘 它有两个部分 你看到 有中一个中间小一圈的话 你会看到它用这种拉丝处理 那再看到你会 其他的部分 你会看到它用那一种类似 比较像的那种放射纹的那一种表盘 而且配上这个很高贵的 这一种贵妃真 也是 精工的招牌菜 你会看到这一种 GS 它大哥 Grand Seiko 这些 都经常用到的 非常 充满 非常 非常高贵的这一种设计感 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再加上它这一种 箱形的这一种强化玻璃 这种精工叫Hard Leg Crystal 那它不是这个蓝宝石镜面 那再来说到这个 表壳的部分 它是用一个 当然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只不过它也是有用的 这个 它不会做的好像妈妈糊糊 它不会说整个给你做抛光就好了 那其实你放大细节看的话 它其实有用抛光跟拉丝 这个处理的 所以在这个层次感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个线条也比较很流畅 其实在整体的部分 你会看到它保留了很多那些 60年代那个原版 那个原作 很精髓的那些设计 只不过你在表盘上面 当然洗新款 现代来讲 它就多了一个这个日期窗 有多增加了这个日期的这个功能 那说到机型的部分呢 这一支Presage 复古系列 它也是跟之前一些 所有Presage系列都一样 也是搭载这个 进攻自家这个4R系列的 这个自动上链的这个机型 那这个每次说了好多遍 这个3H的机型 21600平震力 动力储存高达40个小时 有这个手动上链 秒停的功能 这些通通都有 那主要最大的优势 这个机型的这个结构 是非常的简单 性能也非常的稳健 走势也非常的精准 可以说是进攻了 目前没有停用 停用了这个7S之后 现在4R也是最广泛 用在这个进攻这一种表款 上面的其中一个机型 那主要也是这个小刚想提一提 因为小刚自己也有 好几支4R系列的机型 除了这个走势精准以外 那个保养的部分 维修保养 确实是非常的容易 不会让你觉得荷包很痛 那这一支晚表热气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好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总结一下 这一款进攻的 这个Presage Style 60 这个60年代 这种复古的万表 这一个款式 那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有提了 它这种钢的这种表刻 全部锈钢的 这种强化玻璃 有夜光 进攻这种Roomy Bright 防水50米 这种用的4R机型 又有透备这些 其实这些等等的这种规格 都是你在进攻 入门这种机械表来讲 都是很常见的 这一种配置 这一种规格 那我个人觉得 它主要卖的是 它这个外观 因为以这个价格 这一种来自上市 先讲 几个年代前的这一种 60年代的这一种 复古的外观 我可以先讲 你完全 可以说它是一个 完完全全是一个古董 现代的古董表 我可以这样去形容它 这个做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那个价格 也给了只有 马币你看 2000多左右 我个人觉得 你看你可能折扣了之后 可能性价比可能会更高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是说它坑爹的话 那我愿意给它砍一刀 那因为这个外星来讲 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非常有浓厚的那个复古 跟那个古董的味道 而且这种激性的部分呢 也是完全不用去操心 走势也是非常的精准 下集我们来看一下 进攻的强劲对手 Citizen 西铁城 新城最近推出的 高性能潜水表 大家留守GTC4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